好,现在我们来讲解 Ecosoft新的功能 新版的功能 颜色自换 在一些特别色或者是在一些影像的部分 它可以自换掉你影像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 可以不用进入所谓的编辑软体 Photoshop或者是以拉萃的上面 OK,那我们现在呢 置入一个影像档 OK,我们进入一个RGB的TIFF档 我们把它放大给各位看 然后我们到这边呢 颜色自换这边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显示颜色 这张影像里面所有的颜色 就是这张影像所有的颜色 所有的画素都可以显示出来 这是一个方式 OK,那或者是我们用这种方法 当我们选到这颜色以后呢 它会像类似一些软件 Photoshop一样 它会把你先一半把它圈起来 或者选到这颜色的时候呢 它会选择这些颜色 OK,可是当这颜色呢 我们不需要的时候 不需要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想要置换它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我们假设我们极有的一些盆通的颜色 我们可以把它放进来 我们直接置换它 它后面的颜色就改了 或者说我们需要把这上面的这个红色 225C 直接换成蓝色的 各位可以看到蓝色的 飞机也变成蓝色的 或者我们要换成橘色的 直接应用 就可以换成橘色的 好,可以用这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方法 不用回到编辑的软件上面去 OK 好,那我们现在把这部分移除掉 好,把这部分移除掉 OK 那我们现在呢 也可以用这个 它有另外一个功能 我们直接选择它 选标色 客户这边的一些标识色 一定在工 工厂的制程里面一定有些标识色 标识这个颜色 只要你选 在这个稿件里面的165C的Pantone 它全部都会编列出来 编列出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颜色 这个是Pantone的标准色 165C 直接置入进来 应用 后面的颜色就直接换 那我们也可以再选第二个功能 第二个部分 我们直接选这个 然后这个颜色呢 是它标准的颜色 应该是这个颜色 我们直接应用 OK 然后第三个 我们选择上去 好,第三个颜色呢 它的颜色应该是在 这颜色是多少 266C 266C应该是这个 目前看来是有点紫色的 按上去 OK 有点紫色的 然后第四个 290C 290C OK OK 我们就直接把这些颜色 置换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输出了 OK 我们也可以直接编换这里面的颜色 编 编辑里面的颜色 OK 或者的话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的颜色 我们把这个的颜色选择起来了 OK 选择起来了 这上面有的颜色 拼模上面的小颜色 整个呢 我们把它换成一个 比方按钢 我们把它调色 我们不用调色 把奶 我们直接 OK 我们直接把它编辑成一个红色 所有的飞机的天空变成一个红色的 直接换色也很简单 或者说我们把它移除 OK 又回复成原来的正常样子 就回复成原来的正常样子 应用 又回复原来的样子 或者这个功能呢 是新版的功能 谢谢